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看看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网友朋友LOWDENCARTER问了一个问题 说您讲过蒙古帝国西征系列 想起了一个问题 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时间 似乎在十字军东征的几百年时间范围内 那么蒙古军和十字军这两股军事力量 在中东没有过任何交集吗 似乎在您的两个系列讲座中都没有提及对方 那就是没有交集 你要有交集肯定就提到了 他不可能有和兵作战的这种想法 因为咱们讲在地理大发现以前 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 咱们现在看历史都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他们是不是应该有过什么 当时事先他们知道不知道对方都两说了 对吧那个相隔万里 他知道不知道两说的 但是呢这个十字军确实是想联络这个序列乌 因为序列乌是个警教徒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序列乌是基督徒 所以想联合基督徒兄弟消灭穆斯林 但是呢最后这个合作就没有成功 就根本就没有成功 所以双方没有和兵作战 你还甭说这个相隔那么远 一个从蒙古过来 一个从欧洲过来 甭说相隔那么远 你就说李自成跟黄太极有和兵作战吗 都是对付大明 是吧 那家伙越过长城就到了 两个人有和兵作战吗 不也都是各打各的吗 所以你一定要不要用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野 这个视角去想古代的事啊 古人他没有那么发达的讯息啊 什么的 写封信互相 那通封信可能这倒往的走一年才能收着 等你收到之后黄和赛都凉了 不要现在发个微信这事就解决了 没有那么那么容易的啊 好啊 网友朋友国事无双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袁老师啊 看过您的这个赛北三朝在结合网友的问题 北宋有什么开国名将 好像在历史上不怎么出名 呃 面对同时期弱小的西夏 为什么没有灭掉西夏 反而让他发展壮大 北宋开国名将很多呀 啊 这个你像这个曹斌 是吧 田崇晋 是吧 潘美 啊 这些太多了 就灭五代十国的那个 就凭那个十国的那些 都是名将 那他之所以不出名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敌人弱小 是吧 所以显不出你来 是吧 显不出你 那你说这个隋朝完成中国的统一 那隋朝有什么 特别有名的名将 你听说过的 比如说跟这个 呃 魏清霍去病 李静 李姬什么 包括跟什么岳飞 汽汽光 有吗 也没有啊 赫若户 赫若碧 韩秦虎 你听说过这些人 好像也没怎么听说过 是吧 他不是没有名将 他是有 那非常非常多的 开国之初 哪都没有名将 是吧 你就是包括徐达常 玉春 你跟什么 什么这李静 李姬 什么岳飞 这些人 你好像也差着一个档次 是吧 也差着一个档次 是吧 西夏呀 并不弱小 小 并不弱 那这个咱们就讲过多少遍 那人口不到三百万 军队五十万 那北宋人口一亿多 这个进军也只有八十万人 他并不弱 特别是在这个西北一语 人家占天时地利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人家几十万大军可以兵河一处 北宋不能把全国军队都调到西北去吧 那因此实际上每次仗打下来 宋军反而是一勺打多 那因此呢 就是这个 就是西夏就做大 但是北宋后来就是 特别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后 是吧 咱们讲过这个 宋夏跟宋辽不一样 辽人早就成立了 比北宋成立的还早 那所以北宋并不认为辽是叛徒 是跟我平起平坐的大国 双方还约为兄弟之国 我还是兄 辽还是弟 可以 我打输了 我就这个各地赔馆 我说怎么样 我就认了 但是你夏不行 原来你一直到宋真宗的时候 你都是我的臣子 你这属于叛乱 所以我绝不承认你是皇帝 跟我并列为两国 因此宋夏一直是死磕的 其实基本上就宋 已经把夏逼上了绝路 如果没有靖康之变的话 说不定西夏就被耗死了 这因为靖康之变 使西夏绝处逢生 好 这个 网友朋友是OOQ还是00Q 问了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英法百年战争 是很不解的是 伯根地公国的立场 作为法兰西王国的旁支 贵族们互相争斗 可以了解 但面对英格兰的威胁 不是应当效忠宗主国吗 历代的伯根地公爵 从吴魏约翰 菲利普三世 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 结成同盟 掳获并处死圣女贞德 到后来的大胆查理 不断对外扩张领土 与国王进行抗争 难道不是赤裸裸的 背叛王室和国家吗 他们最终获得到底是什么 加免为王吗 恳请翻牌 谢谢袁老师 你这种近代以来 才有的观念 效忠民族 效忠国家 这至少应该是拿破仑战争以后 才有的观念 拿破仑战争以前 绝对没有这个观念 就是家族 就是家族的利益 所以我伯根地王室的利益 跟这个图瓦卢王室 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我就是想取而代之 我才是代表着法国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不会有 什么背叛民族 背叛国家 不有这种想法 这个网友朋友 杰克DAWSON 说到埃及 想问一下 古埃及民间和王室 继承依据什么法典 听说古埃及的妇女地位很高 有没有办萨利克法之类 可以依据 另外想问一下 古埃及的王朝怎么划分 古埃及没有成文成体系的法律参考 至于你说的古埃及妇女地位高 那是文明上的共性 生产力水平低 尤其是农业战生产比例不高的时候 女性的社会地位都高 你比如咱们看中国古代 女性 胡人的女性的地位 比汉人就是高 这基本上是共性 没有什么依据可查 古埃及的研究 基本都是靠考古发现 文字资料也很有限 至于古埃及王朝的划分 主要是根据王室的更替 人家不是严格赴死子继 有的时候是全臣继位 有的时候是女婿继位 这种就算是新的王朝 或者是王国分裂 比如上下埃及分裂了 那也算一个新的 跟中国分裂朝代是一样的 好 这个网友朋友好官 问了一个问题 说中国很多古代的王朝 一旦发生大规模论乱 王朝立刻衰败 甚至灭亡 尤其是国家出征 国内发生叛乱的时候 比如前秦扑坚南下 辽国也远禧出征 金国等等 为何蒙哥大汗阵亡 忽必烈跟弟弟阿里布戈 争夺汗位打得那么凶 那么久 而且后来西北又多次叛乱 怎么感觉蒙古一点元气没伤呢 怎么没伤呢 不到百年就灭亡了 这个蒙元的灭亡 主要是亡于他的内乱 从成吉思汗一死 你想成吉思汗1206年继位 对吧 他一死 蒙古帝国就一分为四 一分为四 原帝国在中原的统治终结 是1368年 那从成吉思汗 这个登基到1368年 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吧 那个伊利韩国灭亡的更早 133几年就灭亡了 是吧 然后这个金帐韩国苟延缠喘 到1480年 查了台汉国 后来被人窜了 早就一分为二 后来被人窜了 沃克台韩国也早就灭亡了 他怎么不伤元气 他肯定伤元气 蒙古灭亡 就是因为内部清亚严重 才造成了他灭亡 只不过你说为什么 就是这个蒙哥死了 忽必烈跟阿里伯哥争了 韩位还能灭宋 是因为宋史太衰弱了 是吧 一直就偏安江南 他的这个军事实力啊 什么 再说他内部的乱也不少 假司道什么 这些人专权也不少 蒙古集合了整个 当时在整个欧亚大陆上 他是没有对手的 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网友朋友 苍权手 说想请问 有宋一朝 因为幽云十六州 苦边防久矣 为何汉对匈奴 禁对五湖 唐对突厥 没有这种烦恼 甚至呢 朱元璋可以北伐 打下元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 你问的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回事啊 这个因为汉对匈奴 禁对五湖 唐对突厥的时候 没有丢幽云十六州啊 那幽云十六州 还都在这个中原王朝的手里 是吧 他一直在中原王朝的手里 你就唐朝到了末年 他也是那些解渡使 幽州解渡使 刘守光 他们这帮人控制着幽州 然后就使得契丹 一直难以难下 因为他这个东西 就是华北大平原的最北端 是吧 阴山往南 阴山阴山往南 这个地方一直在 被他们控制着 咱先不说 这个匈奴 五湖和这个突厥 跟辽金的实力 根本是没法比的 那都是部落 辽金是国家 这个观点 我也讲过多少遍 根本没法比 是吧 而且呢 他也没丢幽云十六州 所以他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宋当然就存在这个问题了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 产马帝完全丧失了 所以你这个 有宋一代骑兵太衰落了 是吧 汉朝有六十多万匹战马 这个唐有七十多万匹 明有二十五万匹 宋集圣都是才十万匹 少都是才一万三千匹 你没有骑兵 你怎么对抗北方的这个 勇武民族 至于你说 朱元璋北伐打下园 那前面我刚说完这个观点 是因为园内部轻艳 是吧 那都到了园末了 那托托都眼看要把这红金军灭了 结果被哈马进禅岩 托托就被流放 甚至被被害死了 然后这个什么王宝宝 跟查汉帖末 甚至跟太子 艾优实力达拉还混战呢 到那时候了还混战呢 是吧 所以朱元璋才能趁机北上 推翻元朝 是这个意思 这个 网友朋友KYLE王 问了一个问题 是吧 听老实讲啊 古代汉人王朝的军队 都是平时为民 战时为兵 训练水平有限 那么古代战争的水平 是不是就农民泄斗的水平 还有当两支军队 人数相当士气高昂的军队 对战时 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因素 有哪些 阵法算其一吗 绝对不是农民泄斗的水平 因为这个农民 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 他才是农民 他受过军事训练 他就是士兵 他就是士兵 民兵跟农民也不一样 是吧 他也是兵 他也是兵 他可能跟今天的职业军人 正规军没法比 但是呢 他也比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农民 还是要强得多 所以为什么这个 很少数的官军 就能打败 大半很多这个叛乱的这个这个这个农民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农民起义里边 那些个领导人 一般都是小地主啊 甚至当过军官的 你看梁山 那所有的军官不都是原来官军过来的吗 他得受过训练 有受过训练 然后这两支人数相等士气高昂的军队对战的时候 那决定的因素都多了去了 那什么阵法呀 将领的这个个人的才能啊 一方的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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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艺啊 这这这这不是一个两个因素能决定的了啊 网友朋友 三得子万岁 那说啊 说先秦时期的儒家跟汉武帝时期的儒家有什么区别吗 网上有种说法是中国呀自汉道清的统治者 一直呢用外儒内法作为统治思想 那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该如何理解 造成中国百年积弱 是否跟儒家思想有关啊 呃这个你听 呃我们现在正在更新的那个 就是中国文化断层 这个节目啊 在已经讲到了 就是汉儒跟先秦的儒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那汉儒就是半调子儒家 是吧 因为秦始皇分书坑儒的时候 已经把那些个经书啊都烧毁了 那然后这个 呃把这些个这个如好多的儒生呢 四百多个儒生也坑杀了 所以他们流传下来的经书可能不完全 那然后呢也都是取解的 那就是口传心受这样取解的 那再加上董仲书什么这些人呢 把他用阴阳五行的思想一解释一改造 实际上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你像那个呃这种什么民本的思想啊 什么民贵君卿的思想啊 这种思想在以后就见不到了 那就是变成你说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个就这个就变成这一套东西了 那中国百年积落 当然跟这种思想维持专制统治啊 皇权至上啊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好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到这儿啊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